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末的活動 然後在南部 對 今天呢 要為大家帶來是 昆森王平安演技 對 你知道昆森 我知道好像台南很多地名叫什麼 擠昆森 擠昆森 什麼什麼昆森 對對對 然後 它是有一個典故 但是我有點忘了 大家知道昆森的典故 我記得我們好像也討論了 對 它好像是 鯨魚的背嗎 鯨魚的背 好的 謝謝Judy的冷知識補充 對 好 那它這個平安演技呢 它地點是在 錦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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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講的 哇 潭延田 真的是在台南 潭延田應該都知道 南昆森戴天府 嗯 對對對 然後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台南的智延的產業 其實是歷史悠久 我有去延田玩過 就是有一座延山的那種 那你有去曬延嗎 是到沒有到這種地步 但我知道好像就是 當地有一些地方 曬延的地方也會有類似的體驗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因為你知道鹽巴 除了是拿來料理調味之外 它還有 在民俗信仰中 它還有所謂 去擋煞去煞 對的功用 所以其實 很多人他會在紅包裡面放 撒 撒鹽米 喔 就是米粒混合鹽巴 然後去撒 對 然後就可以有收金啊 或是再來拼 我們剛才是討論說 其實我們都有被灑過 就是 公司可能就是要做一些民俗系 鍵盤裡面有時候都會 怎麼有鹽巴 這樣子 都不會啦 沒有啦 好 好 然後 這樣柚子它本身就是熱愛鹽巴的那個 我是很喜歡 因為我吃東西 如果常跟我吃飯的人就知道 就是我 譬如說吃火鍋 大家會加醬一點 所以包包裡面就是帶一罐鹽巴 對 我會帶一罐 那個 其實但那個不是台南 那個是我朋友去北海道買回來的 喔 血鹽 它就是一罐 然後它就是一罐 就像我們在撒那種胡椒鹽這樣 然後我去吃火鍋 我就不會加醬 你知道我就直接 吃到原味 而且加一點鹹鹹的 就是更可以提出吃飯的意思 對 因為有時候加醬的味道太重 其實你都已經 哇啦 吃不到 對 我就覺得 好像吃不太會吃我的原味 好 當然這個是個人喜好 所以就推薦大家可以來台南這邊 參加這個昆森王瓶的演技 對 可以了解那邊的曬炎文化之外 然後也會有一些就是 那個拔杯 拔杯的比賽 然後第一名會有10萬塊 去年第一名拔了21個戲 好厲害喔 不過16年 16年以來的紀錄喔 超強的 對 然後大家可以去那邊挑戰一些 如果說你最近缺情花 是假的嗎 是假的嗎 歡迎大家來看 我以為是要去體驗一些就是 當地的習俗 然後缺情也可以 那如果就算你 你只要有參加 你也可以獲得一個 南昆森版的平安演帶 就是給你一個平安服的感覺 對 一個小紀念品 滿有意義的 那他的日期呢 是在11月14到15 就剛好是這個週末 對 就歡迎大家來走走囉 好 然後接下來想跟大家討論就是 這應該不只台灣的問題 就是全球都陸續面臨到了燒子化 然後還有就是高齡化這樣子 對 像 肉子你本身會想要生小孩嗎 嗯 不會耶 為什麼 因為 沒錢 所以我要去參加一下那個 滑飛 滑飛 是這樣子啊 所以大家很週末去看到柚子的身影 嗯 沒有啦 就真的因為會覺得 當然這個是個人的選擇啦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可能 還沒有準備好經濟那麼充裕的時候 就不想要生一個小孩 再下來讓他受苦 但是也不是說一定要很有錢 才可以養小孩 其實穷 就是說 比如說 經濟有經濟的養法啦 我就說一定要過得很奢華 但是 就是可能 我還是有自己的考量 包括他租房子啊 像我們現在 我們所謂的北漂 不是北漂 就是扣掉房租啊什麼 其實 真的 要是養一個小孩 對我來講 以目前的狀況 我覺得負擔還是比較緊 所以就沒有考慮 其實像柚子的那個考量 也是我們在就是 搜查資料 或者是就是調查出來的資料 發現真的蠻多人 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比較減少一下的那個 生育的那個想法或打算 或者就會延後 不過其實 我身邊還是很多人 就是會希望有小孩 或是看到很多人 他還是期望有小孩 就是 是一個生命的祝福啊 等等的 對 像我身邊 跟我同年紀 我認識 還有兩個朋友 他們都已經生到三胎 對 我覺得 哇超厲害 熱愛小孩 但是那個有一個前提就是 他們房子都是家裡給的 哦 好 對 對 所以就 對啦 沒關係 就是 我覺得都是不同的體驗 就是看個人的選擇 然後你人生中 希望有這個喜悅 那不過就是 確實因為這些種種的因素 不管是大環境 或是個人的選擇 就是 我們確實面臨到少景化 那相對的 所以我們就越來越高齡化 那所以就是 可能高齡化會有什麼狀況 就是可能 我覺得就是以後我們 關於什麼長照啊 或是老人的福利照護這些 可能大家都要去好好思考 或者是 更為自己去做未來的準備 未來做打算 對 好 然後再來是說就是 你在搭公車的時候 嗯 有沒有看到更多就是有關 不管是為老人或是生長的 有善生長的 其實這個又跟我們前面講的 高齡化有關 對 因為當你年紀大了 就是會有一些身體功能的退化 嗯 那可能不管是行走不方便 或是輪移族 對 像你講的公車 現在有一些是 低地板公車 那叫低地板 低地板 低地板 我都有看過人家講 對 總之就是它會 比起團友的公車 底盤距離地面好像更近一點 而且會有個斜坡可以上下 對 然後不過其實 其實我覺得在我們在台北 應該比較常可以看到 但有看到一些資料是說 其實像別的縣市 他們對於這種公車啊 或是大眾上面的一些 對生長者的照護是 有善度還是比較低的 對 所以我覺得不論是就是 例如說政府有沒有去執行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大眾也是就是 可能你會覺得 喔我在 我在等公車欸 可是因為它在上下輪移 就是一個時間 那如果相對 你給公車司機一個就是 我很敢欸 但他就會覺得 公車司機反而就是他自己也不願意 對 就會減少他 因為他不想被咳嗽 或者是說 他這樣搬次會跑很少 等等 對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願意 就是共同去支持 或者說沒關係 或是提醒 就是說欸有生長者 然後就是可以做一些什麼的話 大家會營造那個其實友善的氛圍 就是我們把這個氛圍營造起來 對 不管是公車司機或是其他的乘客 都會更願意為生長者來造小 而且我之前在等公車的時候 我曾經遇到一個他 他雖然可能眼睛比較看不到 就是當然也不是全盲的狀態 然後他就說 他想要等什麼公車 可是他其實看不到 對然後我就幫他等公車 然後就是 但他的公車來了 然後我就說 他好像又看不到門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要 引導他上車 然後就發現其實 我們都沒有那種 可以引導就是視障者的那個 相關的措施 就是我引導他 就是其實跟他們 平常引導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其實就是那時候 有點被我引導錯誤 他可能想要踏到別的地方 然後所以其實我才發現 所以其實 所以我們不是專業人士 對所以其實我們可能或許在路 平常就是你可能會遇到 需要幫助的人的時候 可能偶爾如果有機會 可以去看一下相關的知識 或是知道說 怎樣才不會錯誤引導他們 就是才不會把你的那個愛心 變成了可能 對他們有一點點不好意思 誤導 但我覺得你願意幫忙 已經很棒了啦 就是 謝謝 好人好事講 其實我那天就是 我每次幫完他們之後 我內心就會 對自己有一個家長說 我覺得我今天很棒 對阿 對阿 對就是其實 心靈會感到就是 滿快樂的 但也希望自己也可以更進一步說 可以去知道說 怎樣可以更正確的幫助他們 會是更好的 是這個當然是需要就是不只是小妹一個人做 如果我們大家都可以做到的話 就是會讓這些生臟人士他們可以出入更安全 然後像日本因為他們其實比我們更早進入高齡化社會 對然後或者是他們其實在一些空間阿的設計上 對於就是不管是老年人或者是生臟者的幫助其實都 我覺得他們都就是很貼心或很細心 然後做事情要做得很細 所以其實像他們扶手很多是波浪式的 所以讓他們可能在 要好抓嗎 對就是施力點 會更好阿 或是做很多點字的提醒 對 那就會更幫助就是需要幫助的人這樣 像我對日本有一個很濃厚的印象 就是他們的人行道都是非常的寬廣 而且不會像台灣就是會有人在那邊停車阿 色灘阿等等的 其實這個時候如果是我們還可以繞過去 但是對於一些輪椅族 或是譬如說推嬰兒車的媽媽族群 就會比較困擾 對那就會困難 就是我推輪椅結果這邊擋了一個機車或檀位 一個檳榔灘 我就是我上不去那個人行道 所以大家還是要發揮公德性 雖然我知道台灣停車不方便 對 就是地下人稠 但是大家還是要 就不要把車子停到人行道上面 就是可能要做什麼事情是可能多想一步 或許你會其實對這些人的影響是更大的 對他們的影響很大 但是對我們來講我們可能就繞過去就好了 對他們可能想繞也繞不過去 好 那以上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下次見